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Catherine 请我来这里和你讲几句话 我是Chan Public Health Center, I am the Associate Medical Director 所以我想谢谢Catherine 邀请我来讲几句话 首先来说 我觉得很舒服 刚才吃的东西 吃得刚好又不是太饱 吃得很健康 很营养 好像很舒服 所以多谢各位烹饪的技术 帮你煮东西我吃 所以 谢谢你们的午餐非常棒 我只是感到不太饿了 70%至80% 感到很健康 所以 非常棒 谢谢你们的烹饪 Catherine 邀请我来讲少少关于 究竟是为什么饮食和运动 是为什么对健康那么重要 这样就 让我和你讲几句 这样就 这里 其实你看 比如说 来讲 有些资料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其实 歌虫和肥胖 在美国来讲 其实由70年到2004年 又是一成半到三成 这些已经是旧资料来的了 所以现在 不止了 对不对 儿童来讲 由12岁、19岁、6岁、11岁 总之 增加三倍、四倍的肥胖 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 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 基本上 从1970年到2004年 15% 至30% 的肥胖 在美国的肥胖 所以 这是一个大增加 现在更多 这些是旧资料 然后 给孩子们 3-4倍的增加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大专门的问题 下一步 请 与亚洲人来讲 我们有些资料就是 有八成的亚裔儿童 有超过一半的亚裔儿成人 水果和蔬菜的进食是不足够的 还有 在加州 有四成的亚裔男士 三成的亚裔女士 是属于身形过重 三藩市本身 都有超过四成的成人 是属于肥胖的 这样 当然 这是一些资料 让大家知道 这个问题是如何 所以在加州 在加州 80%的孩子 和50%的孩子 有些资料 有些选择 没有吃太多的药 和蔬菜 然后 超过40% 和30%的女士 都会认为 瘀胃 或瘀胃 甚至在加州 在加州 40%的孩子 都会被肥胖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公众问题 下一步 来讲到华裔 有些什么常见的健康问题 就是癌症 骨质疏 心脏病 便秘糖尿病 高血压 高胆固醇 缺乏钙质 维他命D 中风 这些是最常见的健康问题 这些健康问题 是饮食和运动 都是有关联的 就是对于预防性方面 或者治疗方面 也有关联系 所以这些是最常见的 健康问题 对中国人们的健康问题 在全方面 健康和体育 都会严重严重 和治疗 下一步 这是什么 这是心脏 心脏 这是心脏 为什么我弄这个图画 你看到有一个主动物 在这里 你看到有一个主动物 在上面有些好像阻塞 那些阻塞是什么 如果血压控制得不好 胆固醇高 有糖尿病 和饮食和运动有关联 那就会增加危险 血管阻塞 这样就会引起什么呢 心脏病 这就是一个图画 一样 腦里面有些血管 如果是增加危险 阻塞血管 的话 中风了 是吗 这就是一个图画 这也是另一个图画 就是中风的时候的血管阻塞 下一步 好的 在美国 再说 基本上我已经不需要再说这些资料 但是基本上就是想你们知道 很多这些 糖尿病也好 心脏病也好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健康 很常见健康问题 这个就是 下一步 下一步 如果是不良饮食缺乏体力活动是什么后果 再看看 有一个恶性循环 不良饮食缺乏体力活动 个重肥胖 直接或者间接引起慢性病 我说慢性病是什么 是糖尿病 高血压 中风 心脏病 这就是一个图画的 原因是 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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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这样说 其实很多事情 可能你们也知道 很多事情 不过很多时候 或者是你们知道 因为你们今天在这里参加 所以你们已经是比较积极的人 但是 或者是你家人 或者是你的社区 你的朋友 未必一定知道 所以 我就是 恭喜各位得奖者 亦都是恭喜 你没有得奖 我也恭喜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活动 我知道你会成功 你是会成功 你更加健康 亦都会 有帮助你家人 你朋友 社区更加健康 所以 我也恭喜你 所以 所以 我说 恭喜你 所有的赢者 但是 那些人 没有赢 我也恭喜你 你只是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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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真的要帮助你健康 健康 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